台湾超商应学日本废除深夜时段营业,从桃园超商店员应规劝客人戴口罩遭刺死事件,郑文灿与劳动部建议双人值班谈起,11月23,2021,桃园龟山发生超商男店员应规劝客人戴口罩遭刺死事件,市长郑文灿说应该考虑夜间双人值班,劳动部也建议雇主在深夜时段加派人手,两人一起值班保障安全,我多年前曾在24小时超商大夜班打过工,要补或者报纸一堆杂事,客人虽少但又累又忙,而超商大夜班根本是赔钱生意 又很难招人,郑文灿与劳动部如果真为劳工着想,应该建议台湾学日本超商废除深夜时段营业才对 首先,日本因为劳动力缺乏,搞到许多24小时营业的加盟店超商老板也要亲自值夜班,为了避免过劳死,南上小板店店长松本石敏在2019年10月预告,南上小板店将在年底和元旦联休两天开了第一枪,后来就陆续有超商跟进,其实夜班人手问题一向是店长心中的痛,大概只有劳动部与高高在上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完全不知道,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,各大超商应该考虑夜间双人值班,遭到网友批评,记者曾增讯摄影,我当年曾去某超商打工,当时我 选的是大夜班,除了日班要会的我也要会之外,店长要我特别注意某些客人,因为那些心谋不轨的客人特别喜欢挑大夜班做案,例如那未抄,或是要买高价物品,一次点很多样然后不结账,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拿,或是你货架上商品不够,然而他一次要很多,如果你跑去仓库拿,他就会趁机偷东西 总而言之,大夜班是最能见识台湾人心险恶的班别之一,大夜班对店长来说也不划算,许多偏远地区的夜班根本入不付出,又常见有人利用夜班来缴款,而店长也要特别注重大夜班员工的品性,避免他们坚守自盗,找外人来偷东西,虽然有保险,但处理这些事也相当麻烦,当年我上大夜班,报纸并不是每一份都折好的,我还要负责折报并上架,店长还要求我必须检查商品保存期限,把到期的生鲜食品报废,这些杂事其实日班有些是� 有些生鲜的报废时间就在半夜12点,那当然就要由大夜班来做,此外,若是遇到每月盘点,上夜班的员工也不能按时下班,还要跟日班员工一起盘点,全部搞定了才能走,如果有人认为可以白天工作后再去夜班兼差,那应该是铁人才做得到 桃园市长镇文餐部晓得有没有去超商打过工,但肯定没当过7-11或其他超商的店长,劳动部大概也不知道台湾有许多超低薪的夜班工作吧,你们不晓得台湾夜班薪资这么低的原因是什么吗,还要雇主请两人值班 我离开超商大夜班的经验已经有很多年了,现在的状况究竟如何我并不清楚,但我有当超商店长的朋友,也曾在半夜雨清晨经过超商,看着精神不太好的他们还要努力上班,这种24小时工作的超商体制难道不是另一重型态的血汗工厂 事实上,台湾有些地方的超商是不收缴费也没有24小时营业的,许多火车站的超商到了晚上也跟着车站一起下班,而其他地方的超商为了满足总公司与对手竞争的军备竞赛,还有建立全年无休的名声,这样牺牲员工的夜间睡眠乃至各种节日的休假 利用员工经济的弱势要他们做出上大夜班几年节无休的选择,难道不是违反人性吗?超商双人值班大夜班未必是避免这类凶案的解放,但肯定让更多人没办好睡个好觉了 Blackjack 2021年11月23日,郑文灿喊超商夜间双人值班网皮,治安成本转嫁给民间